大家露營的時候會不會受天候影響 其實天氣真的越來越熱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你還願意出門的話 那要有一些消暑的好工具對吧 對 沒錯 所以今天曼妮跟達哥都有帶來一些 先幫我們介紹一些你覺得好用的 好 現在我這一台 在我前面這台它就是行動冷氣 它基本上它就可以分開來 那所謂的行動冷氣就是 分開來是什麼 它就是可以把它電磁跟它本體分開來 底下是一個電磁 不插電也可以用 來 這樣就可以拿起來 它就可以分離式 對 它的分離只是為了你比較好搬而已 對 比如說你的這個電磁 它中間有條線啦 這個是可以拆開的 你就是這樣子拿 因為整台拿很重啊 你就分離分到這個營地之後 就把它結合起來 而且我可以看到上面的電量 對 你就看它一格一格的掉 對啊 因為就是這上面有沒有 這樣 對對對 這樣可以可以 對 你有看到上面的電量嗎 然後如果你的手機沒有電 它前面還可以當行動充來擦 對 然後你拿到營地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一台把它組合起來 它就變成一台冷氣 那這個 牆嗎 牆還行啦 對 不要太苛求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吹吹一下 或者在車上放一下是OK的 比如說我開一下 大家給大家看 它後面有兩個孔 它是排氣的 後面的地方 對 排熱風 排熱風出來呢 比如說假設我們今天放在車子裡面 然後你就可能要拿一個這個東西 它就造紙 跟我們有點像家用的有沒有 它可以把這個裝上去之後 就把熱風導到車子外面去 對啊 不然你熱氣全散在車子裡 那不是一樣 對對對 不然你就要向著老婆吹 向著你吹 沒有 就是先生怕熱 太太怕冷 對對對 可以啦 你就後面向著太太吹 涼風向著自己 這樣家庭多和樂 那重點呢 它可以排到車子外面之後呢 它的前面這個地方 我把它轉過來 它就可以吹出涼風來 那我們開一下吧 因為我想聽它會不會聲音很大聲 對 如果會涼的時候 它什麼聲音都可以接受了 其實蠻小聲的啦 有沒有 它現在已經開始吹 我把它調到最強 這已經是最強的風量了 對 然後它還有燈會亮 晚上的時候還可以當小夜燈 那我測試一下這個風量有沒有 其實是OK的喔 是的 有沒有 它現在已經開始壓起來了有沒有 開始全力在轉了 因為我們攝影棚有冷氣啦 有沒有 所以這個呢 其實它 現在這種行動冷氣 會自備的人多嗎 其實有一陣子蠻多人買的 然後它這個就是主打 是可以放在車上 然後帶出去什麼釣魚啦 烤肉啦 就在旁邊自己吹 那它有一個好處喔 它還有遙控器 那就是晚上你如果是覺得涼啊 或是不涼的時候 你可以睡在那個車子上面 自己調一下 它固定在旁邊 通常我們Canafornia 都放在旁邊的那個有沒有 牌子上面 就把它放著 你剛才說小聲 它越來越大聲了 但是它接了管子之後 會比較小聲啦 因為它最主要是 後面的這個排風 把它排出去之後 然後中間你看 後面這個地方是熱的有沒有 溫溫的 對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 它反而後面這裡風很大 其實後面我涼過雨 就出風回到五六十度 對 所以其實一定要熱風 一定要導出去 我本來是想 它雖然冷氣對不對 冬天的時候把它反過來用 它也可以當暖氣 它也可以當暖氣 對 所以這樣的機器呢 帶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 總比沒有好啦 如果太太抱怨的時候 至少可以拿出來 吹它一下這樣子 而且行動嘛 我至少可以拿著走 對 接下來看到的呢 接下來這邊的話 這台也是形容冷氣 但就風格比較不一樣 像這是我的 所以就是 我會有綠色的搭配 對 那這個工具要大一點 因為這個大概有五百瓦 那我自己試過在 我自己的 我用露營車測試 外面大概車頂四十五度 裡面可以讓你活著三十一度 你知道說涼沒辦法 但至少不會讓你悶死 但是在晚上的時候 裡面可以維持 大概是二十七度 那已經是比較舒服的溫度了 對 而且重點 還有大家都忽略是濕度 因為我自己講濕度計 晚上其實露營區 可能似乎是七十 其實很黏 但是我風不急晃開冷氣 裡面大概掉到五十幾 就很舒服的溫度 而且一定要搭配這個風扇 為什麼一定要搭配這個 因為其實這個風口 就是一個風口在吹 所以吹的第一個人會冷 第二個人舒適 第三個人會熱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風扇 把它給這樣吹到整個車 把它吹開 除色的範圍 上面有裝車載冷氣 也是要配這個 幫忙擴散 都要一起用 然後再來 因為有些地方可能沒有電 像這是行動電源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沒有電的話 像這個五百瓦 像這個大小 一般可以做到可以一度電 那就可以強風 可以吹兩個小時 但其實晚上的時候 大概兩百瓦就夠了 所以大概可以吹大概 差不多十個小時 所以是有機會的 吹個晚上的 對啊 而且又很便宜 對又很便宜 那達哥 因為你自己接觸 這麼多的產品 然後你看我現在也越來越專業 你自己開發 對 對不對 而且開發的品項越來越多 對 今天帶來什麼一起來看 就是這一組對不對 達哥 對這也是我們開發很久的椅子 只要解決使用的幾個問題 首先我們上面 其實這上面是一個椅套 這是可以拆下來的椅套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椅套 因為這個椅套 我們用的是焊接服的布料 那一般我們在生火的時候 有時候碰到我們在前面有柴火 那火風一吹 沒有 通常都要把椅子拉遠一點 對 那我就因為我把我自己的朋友燒破 所以我們做個這個防火的椅套 像這個是防火 你要這樣試嗎 對 你看這樣直接是火星 在那上面沒關係 這樣火星事實上你拿打火機 噴槍在上面燒個幾秒 他都是不會燒起來的 我們強調一下 因為這個是一個現場的專業示範 請大家不要就這樣子 拿自己的椅子來試 對 你自己的椅子是 保證會燒滿破洞 然後再我們解決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露營 有時候小孩 有時候大人 他的腿長不一致 所以這個椅子 他的高低是可以調整的 就有卡榫可以分三段 他可以三段調整 所以可以依據 調整離地高 離地高度或者是前傾後傾 再來是如果有些人 我們會喜歡玩火的朋友 也就是希望真的可以全收起來 貼著 貼著地上做 所以就可以變這樣子 貼地做 貼地做什麼好處呢 我這樣做下去之後呢 腳可以伸直 就像跨咖一樣 然後再有時候 我們會有柴爐 這邊火一般過去 我們要彎著要看這個火 想說不用了 這樣貼做你看我可以腳 完全可以伸直的做 就非常舒服 這真的是因為濃縮了 你這麼多年來的露營經驗 野營經驗 你現在也常常去海外 對 然後看過 各個品牌的東西之後 你想要的 對 我把各的功能 再開發出來 然後再就需要 然後收起來就變成 好收納 收起來就變成這麼大 因為我自己也會騎摩托車露營 所以我收納 常都空在40公分 因為摩托車的鋁箱寬度 都是40公分 這樣可以放進去鋁箱 方便收納 而且雖然我出國 也出國去帶出去過 也可以帶出國用 所以這是遺物可以多用 可以個人用 家庭用 然後可以滿足不同身材的人 而且我發現你這個背帶 因為你現在是把它架在後面 對 它可以掛一邊收納帶 然後你旁邊這個杯架 我承展一下 口徑夠大 我發現我那個大杯子 是可以直接放進去 就是手機也可以插在這 手機或者是小寶特瓶 都可以放進去 因為一般這個椅子 既然都會讓你的人的重量 你那既然能夠掛好掛滿 因為椅子都能承受150公斤 那為什麼不能掛一個大大的水壺 大大的手機 但我其實確實沒有想到說 這樣的椅子我需要這麼低的坐高 這個坐高是講你要坐過 因為這坐完之後 你會不日覺地睡著 其實這個椅子一直都有 但同時會分兩張 這種低坐高跟一般坐高 我們就把它給都整個菜塊 通通都給你 你喜歡坐低 喜歡坐高 全部都有 分段式 對吧 所以這個真的就是露營達人 從自己的經驗跟需求出發 濃縮大家想要的 對 合而為一 對 好不好 all in one 很厲害 謝謝達哥 好 那接下來呢 達哥請回座 來 老婆大人 我們剛剛有看到 Money帶來的冷氣 然後這個呢 也是一樣有機能 那你們帶來的這又是什麼呢 這個是製兵機 然後這個是行動電源 既然夏天嘛 因為其實夏天出門 是一件非常讓人家 啊早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大太陽底下 你會抗拒這件事嗎 我不會 但其實大人會 還蠻多人會的 不會啦 我好喜歡夏天啊 對不對 但其實我相信不是每個人 車上都有行動冷氣 那有一些像休旅車要出門啊 要帶個行動冷氣 可能是比較大或是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但是夏天既然要消暑 我覺得最直接就是喝冰冰涼涼的飲料 所以製兵要 對 製兵是一定要的 而且他還可以拿來交朋友 怎樣 當你有冰塊的時候 人家就會靠近你 哇 請你喝一杯冰冰涼涼 有冰塊的啤酒啊 飲料 那是多麼舒服的一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呢 你也去便利商店買了冰冰的飲料 但走著走著 到你要露營的時候 他就已經變室溫了 喝起來有點可怕 對 這樣子也 比較可以節省冰箱的空間 因為很多冰箱 都是放冰的飲料什麼 可是如果全部帶出去 冰箱真的想要裝很多肉啊菜 其實就會少很多這樣子 所以這樣小小一個也很夠用了 對對對 然後行動電源一定要帶 行動電源是因為主要來講是說 像所有的行動冷氣或者是排風扇 他都需要電力 那一般人的車上可能不會有什麼 5V 12V或者是點煙孔之類 那所以你如果說有一台行動電源的話 你可能車內要用一個排風扇 接上去點煙孔 其實這樣子也可以 或是製兵機 你也是需要有一個行動電源 對 其實多少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是專業路友的話 你大概已經自己都添購了不少 對吧 那你喜歡跟大家路友們彼此交流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擁有一台電動車 他有錄影模式 他有V2L 他就會很涼涼的告訴你說 我怎麼這麼麻煩呢 我一來做就搞定呢 我們稍後來聽聽小萊的分享 馬上回來 地球網際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排線友們 地球網際線邀您一起上線